早上我蔡英文今天早上亲自举行记者会 宣布是由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第五度来担任APEC亚太太经济合作会议的领袖代表 蔡总统说了 这一次将会聚焦在后疫情时代的挑战 表达台湾在我们自由贸易上的精神 维护全球可信赖供应链 同时也托付了张忠谋向会员国表达 希望可以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CPTPP 也期待APEC继续秉持自由贸易精神 加速疫后经济的复苏 并且恢复可信赖的全球供应链 我也要请我们张领袖代表 藉由这次的会议 争取更多APEC成员 支持台湾加入CPTPP 张领袖代表非常注意 疫后的边境管制的松绑 而最重要的关键是疫苗 我也非常同意 因此我们会呼吁APEC应该做出努力 CPTPP是一个非常高标准的 一个国际的 那个多国际的交易协计 是我们的已经是离开它要求的标准 已经是相当的捷径 好 虽然受到纽西兰防疫措施的限制 这次的会议上面还是采取线上召开 各国领袖交流的机会也不大 但是张忠募就强调了 他一定会向会员国表达我国 想要加入CPTPP的决心 另外也要跟各国协调 解决疫苗攻击的问题 感谢观看